有兴趣的同学自己做做看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Google 在YouTube找一下我以前上课的影片 我以前是真的有讲 但后来我发现 直接讲VBA好了 真的 因为前面 真的可以不用讲 配VBA就好了 怎么做 第一个 我把它删掉 下拉清单应该没有问题 下拉清单在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这边就有 你可以写成一般 逗点二般 这是固定的写法 或者你可以用什么 你可以另外给一个名称 或者选一个范围都可以 它一定是个清单 第二个的话 就是当它变动的时候 我要抓这里面的资料 怎么抓 所以第一个开发人员 我们在这边的话可以写一个程式 写的程式的话 目前我没有写 我可以 插入一个什么模组 OK 这个不同的 程式因为我有写完的 我看我在云端上面这边也有参考 也许我先拿这个来参考 因为有些东西 我们可以重写 OK 大概这样 这边应该可以run 比如说我这边执行应该就可以出来了 有没有二般的 它如果下拉清单的话 它应该也会变动 不过可能旁边做一个按钮会比较方便 一般二般 但程式怎么写 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个的话我们插入一个模组 插入一个班级 第二个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样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for i 等于什么 这个 第一个先写一个逻辑 这应该很直觉 for i for i 等于第2列到 第12列或向下追踪都可以 Next 然后呢 一样吗 if 什么呢 就是 它同一列的 A栏的资料 i列的A栏 如果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固定的 它不会变 所以你用range h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大概就是这样 我起来写去大概都会用同一招 h2 有没有 空一个then 这个应该写了n片 Enter两下打一个end if 应该都没有新的吧 再来做什么 就是 如果是的话 那就帮我把 bcde的东西 复制一份到这边来 这边是ghij 但是 他的位置 可能会随着他的下一笔会加 所以call过去的话基本上 call过去的位置一定要写前面 所以是 哪一 这个应该是写在前面 call到这边嘛 所以这个要写前面 k现在没有 k的g 对不对 等于什么呢 等于 其实拿这个来call比较快 这个call过来就好 这个i的同一 这个的 同一 列的b栏就可以了 有没有 把这个的b栏call到这边来 OK 然后其他的话呢 你就有什么 Enter 这边的话就是call过来 这个 总共会有 四个的话 那你就call个 有没有 这边的话 就gh i 有没有 追 就看着吧 反正就是照着打 应该不会错吧 C D E 对不对 只要会复制吧 再来的话呢 就是先确定k的 k的预设值是多少 k等于 从第几列呢 从第五列 K等于5 所以他才能够刚好call到这边来 然后呢 OK 怎么会跳那个 然后 再来的话呢 k等于什么 k加1 因为他才能够往下 OK 不过呢 因为这边要先清空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先在前面打一个range 这个范围的资料 先帮我先清空 清空的话就是什么 g5 到j12 到j12 g5 到j12 帮我清空 帮我清空 点什么 cleer cl cleer contents 对不对 ok 所以他就是刚开始先清空 然后呢 call过去的东西从第五 去一个一个找 如果一样的话就call过来 这样不OK 按F8好了 竹航先 先跑 f8 清空 k等于5 然后先抓 第1个是不是一般 4 所以他会call第1个 对 k等于k加1了吗 变6了吗 所以下一列 下一个是不是 下一个也是 所以下一个就一个一个call过来 其他就OK了 所以资新 写好了 但是问题来了 还没有结束的地方就是说 那我们下一次如果这样点一下 有没有 你可能就要在什么 在这边执行不方便 所以你可能就是在这边插入一个按钮 放在这里 叫班旗 然后把它贴在贴上 OK 然后如果他当他是三班 按一下 有没有 这样也OK吧 不过后来我发现 就有同学说 老师 这样还是有点不方便 因为每次都要再按一下 感觉会多一个动作 对不对 当然 可不可以让他不要按按钮 当然可以 可是你要多出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判断说 他里面的资料有被改变 所以事件驱动 好像记得前面有讲过吧 当他这个储存格 这个工作表的这个储存格被改变的话 这个储存格是H2 所以你如果要不按按钮 也能够执行的话 你必须要到哪里呢 特别注意 这个工作表 这个工作表 点两下 里面的话会有个worksheet 就是这个工作表物件 事件驱动就是说 当他里面 预设是selection change 不过我们应该是change 当他被change了 这个不是selection change 所以这个可以把它delete掉 当他change的时候呢 他会用这个target告诉你 是不是那个range range指的是范围 是不是h2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找if 判断一下 如果那个target.address 这个target的物件 里面的 点什么 点address 他的位置 如果是等于什么 H4 H2 记得要潜的符号 这样子 就是绝对位置 是不是这个位置 是的话呢 才去做什么 就是 执行班级的那个按钮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如果说有改变的话 那我就什么call就好了 扣哪一个呢 刚刚这个模组叫什么 班级 所以呢如果当这个里面有改变的话 那我就 去呼叫班级 我就不用再去按他 他才会work 而且呢 一定是透过什么 target会告诉你他的address address指的是他的位置 是不是h2 不过是绝对位置 所以记得前面一定要加钱的符号 就这样而已 OK 去call那个班级 如果你这个写完之后的话 那这个按钮如果没有 也没关系的 试一下看看 点一下 一班 有了 二班 三班 有没有 蛮好用的 这个其实如果你可以 比如说一到十二月份的报表 切一下老板要哪个月份的报表 切一下 对不对 马上报表就可以告诉他了 或者他有什么资料 切一下马上就有东西了 这样感觉其实还蛮好 不过未来当然有可能就是你的 资料来源 跟你要查询的画面是分开来的 不过你可以定义 用定义名称 有没有 一样可以查得到 OK 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 试试看 程式不复杂 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 有没有 FI 等于 2到12 做一个逻辑判断 然后把资料 搬过来 多一个K K从第五列开始 为了要把旧资料删掉 所以要有一个 clear content的动作 为了要让他可以 去不按按钮 你这个地方变成work sheet 这个要一定要是什么 Change 不能是selection change 大概这样而已 画面 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所以像这一题 假如说用那个 Excel里面的 函数 产生一个公式 又要执行正列 我觉得倒不如 用VBA来写 像这一题 我觉得好像用VBA来写 就简单太多了 难怪之前同学 上完之后跟我讲说 这一题 老师直接讲VBA就好了 前面那些其实真的可以不要讲 后来 想一想 对 所以为什么 后来我没有特别讲那个 前面的部分 并不是前面 部分不重要 只是说如果遇到这种状况 我看你干脆直接写VBA算了 不然的话你要把前面那个东西学好 然后又能够执行正确的话 真的太困难了 反而我觉得这一题 用VBA应该简单多 而且 我们这些VBA程式前面都写过 应该没有新的 而且甚至 比刚刚那一题的VBA还简单 OK 所以 所以真的 这个可以 配合 然后 如果未来你有下拉清单的话 你也可以配合我刚刚讲那个 Worksheet的 劝绝事件 用同样的方法 你也可以 搭配一个下拉清单 去抓取你要抓取的报表 OK 所以不同月份 抓不同的报表 也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 OK 那剩下来 其实就是活学活用 我觉得 其他部分的话 也许你暂时 短时间里面 没办法马上消化吸收 不过 因为今天是 最后一次上课 当然下个礼拜开始 没有上课的话 如果你这个时间点没有 事情的话 当然 尽量也就花点时间吧 再做一些复习 云端的资料 请各位花点时间 备份吧 影片的话 也可以再看过 另外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其实在YouTube下方 也可以留言 你也可以发问问题 都没有关系 因为YouTube他会马上把那个讯息传递 到我的手机 我会在第一时间 就是看一下 不过尽量让我比较明确知道说你的问题在哪里 是几分几秒的哪个地方有问题 或者是说你们实在就是有问题 有遇到问题做不出来的话 我是建议 尽量就是把 比如说你工作里面的某部分 你不要整个把你的工作的档案全部寄给我 你就是把你 工作里面的 那个 那个部分 除了 就是 你要问问题 那部分 另外开个档 你就把那个部分 贴过来就好 我就直接马上知道 不然的话我常常 说到同学的 问题 那个档案就是你的工作的全部的内容 然后 我就有点不知道 从哪边 帮你 看那个问题 所以 他尽量你 你不要试太多个 或者是连贯 你就是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的 这样问 我会比较能够 快一点的就给你直接 告诉你为什么 尤其城市 真的写城市并不困难 最最难的我觉得就是了解你到底要问什么 有时候我反而我 会花比较多时间就是了解 你到底要做什么 OK 如果我知道你要做什么我可以马上把它写出来 OK 就像这一题 逻辑我知道了我可以马上写出来没有问题 OK 好